巴西这片土地盛产足球人才,从球王贝利到罗纳尔到载到现在的内玛尔,都是足坛的顶尖人物。 可是很多巴西的天才少年,职业生涯的高官时刻却难以持久,个人的自律是那些流星天才的最大弊端。 前有罗纳尔多的接班人埃德里亚洛堕落到住平民窟,最让人意外的就是被称为新贝利的球星罗比尼奥,刚出道时比内玛尔还耀眼,最终堕落到被意大利法院判决入狱九年。 可是现在的罗比尼奥并未受判决所影响,依然踢着球,就因巴西一条法律拯救了他的人生。 曾经的内玛尔只是罗比尼奥的小弟罗比尼奥,刚出道时,在巴西联赛就大放异彩,未满二十岁就在三十六场中的打就二十一个锦球。 当时被巴西美体称之为新贝利,世界级的盘待大师,那时候的光芒比刚出道的内玛尔还耀眼。 可是为什么这个被球迷寄于荷望的巴西球星,无法成为新的贝尔统治足坛呢? 因是他团队经纪人的选择问题,因是他自身自律的问题。 罗比尼奥加盲黄马的时候,黄马就把他定义为球队的救世主,因为那时候的奇达内已经接近退役。 贝克汉姆也不是颠崩时期,罗兰尔多也伤病频发,这样的黄马球队,正处于清皇不接的时代。 那时的巴萨正处于罗尔地尼奥颠崩时期,梅西也正在崛起,让一个罗比尼奥带领黄马对抗如此强大的巴萨确实十分困难。 当罗比尼奥不甘于自己成为C罗转会黄马的天头时,他负气离开黄马加盲,正处于上升期的曼城时,也是个错误的决定。 那时候的曼城没实力挑战英超的BIG4球队,没有优秀队友的支持,罗比尼奥也无法成为一个超级巨星。 后来再回到巴西联赛,以及加盲下滑期的AC米兰,更是错上加错,现足球一个球星成长为超级巨星,必须有稳定上前期的球队支持才可以。 这一点罗比尼奥的团队以及经纪人有不可推卸的责任,眼光太差了,虽然经纪团队没给罗比尼奥提供一个好的球队,可是他自身的自律问题,却让他早早告别巨星的行列。 2017年11月罗比尼奥因性轻移民,22岁的阿尔巴尼亚女子,被意大利法院判处入狱九年,这正是他自律问题的一个缩影。 加盲AC米兰后的罗比尼奥已经沉迷于意大利约最精明的海境中,夫妻不见了却多了杜兰,虽然罗比尼奥被意大利法院判决入狱九年,可是现在的罗比尼奥仍然在足球场上踢球。 现在在土耳其联赛的西瓦斯俱乐部踢球,为什么罗比尼奥可以逍遥法外,不受意大利的判决所影响? 这是因为巴西宪法第394号第一条规定,任何情况下独不得允许外国政府要求引渡巴西的人,这条法律拯救了罗比尼奥的人生。 如果他敢于踏上意大利国土,一步他就会狼铛入狱。 现在的罗比尼奥虽然生活自律了很多,家庭生活也十分幸福,可是在见他的时候,身体以及脸部都有些乏福了。 已经不是当年那个单车少年了,34岁的他最多只是一个单车大叔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